各位家长大家好 40天为青少年立界线 今天是18课 后果概论 什么是后果概论呢 就是当孩子犯规的时候 父母要给孩子适当的后果 有两点 第一 拿走孩子所喜欢的 第二 添加孩子所不喜欢的 两者相比起来呢 拿走孩子所喜欢的 比添加孩子所不喜欢的 更为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添加孩子所不喜欢的 是因为孩子已经很忙了 你在添加很多事情呢 可能不太现实 另外呢 添加很多事情呢 是需要父母监督的 比如你罚孩子禁足 那父母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有时间监督他禁足 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考量的 如果我们给他应该有的后果 是拿走他所喜欢的 我们必须确定 所拿走的东西 事物 是孩子真的所喜欢的 是孩子所渴望的 是孩子不愿意失去的 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 如果你给他的后果是 罚他禁足 他可能无所谓 他本来就喜欢待在家里 这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相对于内向的孩子来说 他可能阅读 看电视 他反而比较喜欢 你应该从这方面着手 给他后果 就起到良好的作用 而那些喜欢社交的孩子 罚他禁足 就会让他尝到苦果了 一个尝到苦果的孩子 他的内心感觉是比较脆弱的 会有修残感 甚至无力孤单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父母给他恩典和福慰 在这个脆弱期呢 不要说笑说教 不要疑劳卖劳 否则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所以给后果 父母是非常要留意的 那有些孩子呢 我们是要给他后果是什么呢 要给他一个自然接近的后果 什么叫自然接近的后果呢 你比如说 我们也不要干涉自然率的结果 一个孩子因为在街头流浪 被警察逮住了 在警察局过夜 我们不要过于干涉 另外呢 如果一个孩子 他被踢出了球队 因为他没有达到基本的标准要求 我们也不要过于干涉 因为这些后果是很有力量 很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父母给孩子后果 也可以比较接近自然后果 也就是让孩子呢 感受到 我是应该得到这样后果的 比如说他破坏房子 我们就加征他维修房子的后果 如果他把整个家弄得很混乱 那我们就增加他 维持家庭整洁的家务事 这是比较接近自然率的结果 这样也是很公平的 另外呢 我们给孩子的后果 不要只是一套的后果 我们的百宝箱里 要有很多套办法 要不然的话呢 每一次你的后果 给孩子的后果 都是禁止他打电话 那孩子下一次就要考虑考虑 我能不能够挨过这一段 禁止打电话的时间 如果他觉得可以 他就会明显的 故意的去以身释法 他就不怕这个后果了 所以常常父母有时候 会出其不意的给孩子后果 给犯规孩子后果 另外呢 父母也要知道 给孩子后果的时候啊 我们父母一定要确定是适当的 不要太过分了 有个父母说 我罚我的孩子一年禁足 时间就太长了 太过分了 孩子想 反正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那我就豁出去吧 孩子反而变本加厉 这就是过度的 另外呢 给孩子后果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 对孩子有益处的事情 像上美术课啊 参加一些比赛啊 一些活动啊 有益的活动啊 那这些事情你不要取消 因为对孩子身心灵 是有好处的 总而言之 记住一句话 拿走他喜欢的 增加添加 他所不喜欢的 但是拿走孩子所喜欢的 比添加他所不喜欢的 更加有效 除了朋友之外 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媒体 所以我们在媒体上 也可以拿走孩子所喜欢的 剥夺他的权利 给孩子一个正常 适当的后果 让他开始反省 让他尝到苦果 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这是父母 我们应该做到的 好 这一集 后果概论 就谈到这 希望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拜